好,那我们来看看哦 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讲的今天的都是类似像小专题这样子 所以范例都比较完整一点点 会比我们礼拜二呢 这种基础的介绍的再更深入 然后整合更多 那么在这个范例里面啊 我们可以去透过什么 那个其实气象就从气象体那边取得这些随着大数据的资料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些那种叫公开的资讯 对不对 资讯资料,open data部分很多 那我们都可以利用 那么目前呢webduno在bit这边 他有内建了一些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我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取得一些气象的资料 包括空气品质啦 然后呢还有地震啊 我记得还有水情 通通都有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气象局那边直接抓到资料 那么当然我们礼拜二 我的那个bit开发板 连用都没用对不对 今天也不会用到 反正装饰用的 那另外呢 我今天的范例对不对 我再说补充一下 今天范例因为 有些人没有那个那个叫什么 法兰斯的那个外挂嘛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可以透过我们上次同学补充的 就是用那种方式去做 可是我发现 其实这样子还是有点不是很OK啦 所以我后面的例子我就都不用法兰斯了 让大家呢就是 你用模拟器 它内建的标准就可以使用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除了读出来之外 那很重要的我们也要把它记录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范例后面呢 还会搭配一下 webbit这边可以跟Google试算表做结合 而且它的Google试算表是比较新的版本 就是在smart那边 它是属于付费的 好那在这边就是免费的 那另外一个呢除了记录起来 还要做到什么警示作用 所以呢还可以跟我们LINE来做结合 好那这个范例就是像这样来玩一下 好那么首先一样的 请大家呢你就把我们的webbit的网址打开 好一样的我把这个网址先贴给大家 好所以你可以先打开 那这个部分就先丢掉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完成的 好就是先从我们的简报70页这边 你要完成像这样子的内容 嗯所以呢因为我想要搭配这个矩阵的LED 好所以我还是需要用到我们的那个开发板 所以你先到开发板这边 我们找一个大版的积木拿出来 好这样这里有了 好反正你记得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用到这里面的元件 好包括了他的按钮啦 LED矩阵的部分 风鸣器 好或者他也有一个温度 呃他没有湿度他有温度的 嘿都需要开发板 OK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我们会用到的是属于他的扩充功能里面的 所以如果你礼拜二没有把这个即时气象加进来的 好你可以再把它补充一下再把它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加进来了 那你可以来看到在我们的左手边 在这里打开之后 这里就会有一套气象资讯 好那我就先把这个气象的资料把它抓出来 那你可以在这个气象的资料里面 其实你看包括了这一些有没有 我们这里面包括了一些 空气品质啦 即时观测 气象预报 水库的 地震的 好雷达回波 这些都有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单纯一点 用即时观测的就好 那你要注意一下就是 这里的选择会跟你另外的这些积木 要做什么相对应的 好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的是空气品质 那我就找空气品质的这个积木 如果你找的是即时观测 我就要找即时观测 好所以你不要乱兜哦 所以不要把空气品质拿来兜来 水库水勤啊 这样就没有用 因为它里面就没有那个资料 好那我现在找的是即时观测嘛 那我就把它拿出来 可是呢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像这样的 它不能直接用 那我希望说总是有地方可以显示出来 那么最简单的我们就 可以怎么样 找那个一个怪兽来讲对不对 好所以呢我就找一个怪兽 好找到这个怪兽 来我们看一下怪兽说什么 说的内容 就是刚刚即时观测的 好那我们一样 既然我们在南投上课 我们就找南投的 好那你就可以play一下啰 那么你稍等一下下 应该就会看到 他就会把这资料描述出来 有没有 南投现在30.6度嘛 顺便语音朗读一下 可以吧 对不对 好你可以叫他做语音朗读 语音语音在这里 语音朗读 好那如果你想要直接让他这样念出来 你就把它替代一下 这样也可以 这样你就不用再 自己慢慢看 反正用听的就好 南投现在的温度30.6度 当日累积雨量0公里 相对湿度74% 风力二级 天气概况应有雷 天气概况是应有雷哦 所以果然博云讲的没有错 验证好了 来 好这样有没有问题 各位你先试看看 好吧 我们今天 因为要做的范例啊 其实 就是会比较完整 所以我希望说各位你可以稍微动手做一下 来来来我们让大家一分钟 试看看 反正这个 就是用一下应该就还蛮容易的 好的 刚刚 已经 都完成了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啰 那你看 我们刚刚这样执行一次之后 执行一次之后 其实 就没事了 可是气象会继续改变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来你看一下 我们刚刚完成的 不是就是我的完成档 诶我就做的 再更完整一点哦 好怎么样的完整 我们来看 好首先呢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因为我需要不断的去 取得嘛 好因为如果像我们刚刚这个情况的话 我只有取得一次而已 我希望呢能够在不断的 去取得 所以我在外面这边我有做一个重复 但是你不用 抓太快为什么 因为这些气象资讯 气象局那边也没有更新那么快 我用这个 Webbit 实际测一下大概他应该是一到两分钟左右会做更新了 好一到两分钟会更新一次 所以其实你太频繁的抓 你只会看到都一样的内容而已 好所以说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我就用什么 就用一个 重复的方式 把它怎么样 把它 就是 做起来 为了更方便 我后面去做判断 去做判断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及时的天气描述对不对 可是 你不见得要这么完整的 好 所谓的那么完整 是你刚刚可以看到他讲的是不是很长一串 对不对 包括了 我们的天气 好然后风力呀 湿度温度 通通都有 那我就可以 在这里面其实我可以只有选 我只要 温度 我只要累积雨量 好就是 即使的描述是包括所有的 但是我可以也可以从里面 只提取其中几个部分 所以在这边我就改用什么 用变数的方式把它带进来 好把它带进来 那这样我下面呢就 不用重复再怎么样 再把它拿进来的 好所以跟我们刚刚 我在这边 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我刚刚这里重复用了两次 对不对 那如果有改 就比较麻烦嘛 你看我们刚 讲的类型里面这里 就其他的就是单独的这个 资料你可以把它读出来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用变数的方式 把它带进来 来你看 我到左手边 其实说真的变数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 比较标准的 我们都比较建议变数名称 尽量不要用中文 但是在积木的里面 其实 只要你的字不是那种特殊字 用中文基本上都还可以 所以我可以 先用变数的方式 我就把它先带进来 有没有 但是 等一下我再把它加回圈 所以可以像这样 那我就到这边变数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 所以我就直接重新命名 比如说这个就是天气状况 就是完整的 天气状况 好 就是完整的 那我还希望取得它的语量 所以我就来这边把积木 复制一下 好那这一个你就不能直接重新命名了 因为重新命名上面也会变 就变成这是一个新的变数 好比如说这是温度 好那我就找 哪一个地点的 温度 好这边我再 复制一个 好这里我也用新的变数 这个叫累计银量 所以我现在呢 共有三个变数 累计的银量 那到时候呢 绿色怪兽这边 他只要怎么样 他只要讲这个 天气状况就好了 好那我们 再强调一下就是你的变数名称有命名过之后啊 其实在 这边他很 贴心就会自动把你的变数名称就 变成一个 积木的项目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 好那我们再来把 几个怪兽呢 再把它复制一下咯 你把它放好 放好 同一个讲的话那就会不见了 好那哪一只其实是没什么关系啦 这个都还好 OK 所以你可以先试看看 好吧 你把刚刚取得的资讯 把它改成用像这样变数的方式 把它列出来 那个有同学问到 复制是按右键复制吗 对啊 按右键 但是如果有些时候你的浏览器不听话 你就按住右键不要放 有没有 因为你放开了会出现那个 浏览器本身的右键 所以你就可以按住右键不要放 移到这边之后我现在右键还是没有放开 你再按一下左键 这样子就复制一个 好这个有时候会遇到 这样OK吗 所以因为今天我希望大家 有更多机会动手 你就会发现像刚刚同学发现的这种小问题 不然你看我操作都正常啊 对不对 远距的因为我看不到各位的一个操作的情形 所以就是尽量让大家有机会动手做这样子 好一样 给大家 一分钟的时间 你先把刚刚这个变数啊 先把它完成一下 在这边 待会呢我们再来就是 来看 把它加到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 回圈里面去 好 好那我们再来继续下去了 那现在这样子还是只有取得一次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重复我们就找到左手边这个重复了 来我们先看一下完成的 好这里有一个重复绿色的嘛 所以我就找到绿色的 重复这一块 好那我希望他 不断的做 我就拿这个 好但是那个观测资料不用重复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重复 但是要注意一下 在这里这样子做后他会 重复的速度很快 我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 麻烦你 在这边 拉到下面来 有没有 就是他做完了这件动作之后 好 请他先 等个60秒 或者你要等 一分钟 好那这个数值 他就会 像这样就可以了 来你看我实际执行看看 只是应该没有 我们 我们分都没变化那么快 好 相对湿度 好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封闭二级 我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有雷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我我的怪兽跟你们的怪兽好像数量不一样 呵呵 有发现了吗 对蓝色的不见了 所以 其实 如果说 你怕 会有 因为比如说我可能因为 其他的 这个执行的关系 他就 刚好另外一个专案 他把它关掉了 但是呢我在继续使用的时候 就有可能他不会 就是重整 那怎么办 你可以来这边 如果你怕会有这样的情景 你可以找到怪兽控制这边 在应该是最下面吧 倒数 看一下 有一个叫 有有在这里 所有怪兽回到什么 原始状态 我可以在 他一直醒的时候 就先帮我做这件事情 好你看 看哦 这样有没有回来 这样我可以确保 好就是他一定会有 南投 现在的温度 30.6度 当日累积 这个动作 相对 因为我们用模拟的嘛 我希望说 其实 最好就能够 回复到 大家 一开始 平常知情的样子 这边 那么 如果说 你也有用到这里 比如说这里有灯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你需要 我刚执行完了 我也要把它清掉 也就是我每次执行的时候 我希望他都是关闭的 那么你也可以到这里来 好这个是跟开发板关系 所以我就找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 关闭LED 的这个矩阵的灯 有没有 一样的 好所以你 都可以在就是城市一开始 做一些所谓的 我们讲的初始化的动作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 比较不会有说 有时候为什么 有些东西好像就没有回到 一开始的样子 好 所以你看哦 我们现在这样写完了 跟我完成的 已经有很像了 对不对 只剩下一个地方而已 只剩下一个地方就是 做判断 做判断 因为既然你可以取得这些数据 其实我们这些 AIOT 他们所谓的这些边缘运算 所取得的这些资料 常常都是什么大数据的 一小部分嘛 那我们利用这些资料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判断 那 比如说如果温度 可能大于多少 或者累积的雨量大于多少 我就要通知啊 对不对 你有了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 当 有 温度比较高 或者雨量比较高的时候 我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类似像这样子 好那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搭配 给LINE的通知 对吧 那么 除了那个通知以外 如果在线 我也可以把灯亮起来啊 一样的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来 再把这个加进去 把这个 判断是 你看我来这个地方 在逻辑这边 如果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好 反正你进来的时候 说完了 你要再说完再执行也可以 但是通常我都会 说之前我就先做 为什么 因为其实程序 应该说程式的执行 它是由上而下 所以呢 如果你是 朗读先说 那还没有讲完之前 这个判断就还没有做 所以通常判断比较快 好那我要两个 所以我就 按齿轮这边 否则 我看一下 否则如果 然后再加一个否则 这样就总共有三个条件 总共有三个条件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 对不对 好那 那这里比较特殊的是 我是设定 如果大于35度 或者是累计量大于多少 我的灯就亮红色的 那如果在中间 在中间也就是说 它小于35度 因为我的灯号其实有三种变化 比较凉的我就用 蓝色的 中间的 用黄色的 热一点的 比较危险的 我用红色的表示 当然你要用绿色也可以 这样就变红绿灯嘛 对不对 所以 这里 最主要就是那个判断 你要注意一下要怎么用 其实那个判断很长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逻辑这边 来有两个判断式的 就是 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判断式的 这是两个判断式的 所以我把两个判断式先丢进来 所以呢 我的条件是 温度大于 所以在这边 我就在找这个 好这样 这里一个判断 然后我后面 就直接Ctrl加C Ctrl加V也可以 好 对了 偷偷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两个 比如说我把这个专案打开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你看我把它载入进来 如果你看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我丢掉 你有没有发现我下面这个很长 对不对 这个判断 很长 或者说我这个积木 我想要怎么样 拿到另外一个刚刚的专案 我们现在WebDuno的积木 在bit里面 是可以复制的 它可以在不同专案之间复制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复制 然后呢就到这里来 按右键贴上 没有 没有对不对 有啦有啦 这里有 你也可以直接按Ctrl加V就好了 那你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它会跳一个是否允许 允许什么 存取 好 所以你来这边 来等一下 这里 假设我要复制这个 Ctrl加C 我来这边 Ctrl加V 你们就贴过来了 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特别讲 你可能 不知道原来积木之间 现在也可以像这样复制 有这个功能我就觉得 方便很多 这样有方便吗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会的 至少也可以从我那边 抠过来吧 觉得这个功能不错的 帮我按个赞可以吗 应该是说帮WebDuno按个赞 所以你试试看看 所以我们现在 不是要转成数字 OK 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我看 我们要告诉他 为什么要做一个文字转数字的这个动作 因为呢 他的温度 我要确保他 因为 你要做大小的比较 我们要转成数字才可以 这样没错 如果你是文字之间怎么比较 没办法比较吧 因为文字之间只能比什么 排序啊 比如说笔画这样子 所以 为了以防万一 因为 大部分透过这样读回来的 他的这个资料不见得 是数字 所以我要 做一个 文字转成数字的 那你看到他是蓝色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蓝色的 在这里 数学这边 你可以找 在下面这边 我看一下 蓝色的 转为数字 文字 在这里抱歉 他这个积木比较特殊 他是放在文字这边 来文字转数字 有没有看到 你先把 你可以先拿在外面 那 我要把谁转换 是要把变数温度 对不对 我就到变数这边 把我的温度拿回来 那累积语样也一样 所以这个 是我得到的 数字的温度 在这边 假设我要大于等于35度以上 那后面这里就是数字 我就找 数学这里 好 数字 把它拿出来 这里 打上35 这样我就可以确保 温度一定是数字 我就可以做比较 那 我是这样子 或者是 他的累积余量比较大的时候 因为你要温度很高 就要 就是累积余量比较高 不一定 对不对 因为下雨之后 温度就会降低嘛 好那一样的 这个我就可以用复制的 CAMDOTO加C 等一下 CAMDOTO加C CAMDOTO加V 好 只是往后面换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要转的是 累积余量 那一样的 好累积余量 刚刚你有看到的是零吗 所以其实应该 不会太多 这里塞进来 OK 我看一下20 20应该还好50厘米以上 我们再来单轻就好了 好所以如果大于这个或者 雨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的这个 矩阵 我想要把它换颜色 我就到这边来直接帮我换成红色的 这样子第一个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好所以这个是可能 大家以前 不会特别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在写成是最怕的就是这种 错的 不明不白 就逻辑上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你的怎么样 变速的类型错了 那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这种小地方 其实 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好 这个 等一下你们再做就好了 我把这个再把它补进来 那么下面这个 这个的那个什么 就更复杂一点 来你看一下 我把这个的右手边先收起来 如果你的萤幕空间不够大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 网页的互动区 跟模拟器先把它收起来 就是从下面这里 嗯 好你看 其实 你把它简单来想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A条件 右边这里就是B条件 你把这里先断开 有没有 这里先断开 这个A条件就是跟上面一样 也就是说因为我上面是用温度跟雨量嘛 我如果 温度大于25 小于30 是不是取中间 也就是说 我的 判断呢有分分段 这样 这样 那么大于35的 是在这边 小于25的 那中间自拍有一段 那么这个是温度的 另外一个 是什么 雨量的 所以雨量的 一个25 这边也是25 这样 好 所以 我要 判断中间 这个的 然后呢 也是或 对不对 温度在25 15-35 作者 雨量在25-50 所以 做是一样这件事情 这样 各位这样了解 这边写 这边写 就是这个判断式的意义了 好了 这个你就直接用coder就好了 反正讲清楚就好了 你可以直接把我简报的那个打开 你就把这个判断式 Ctrl加C 反正体验一下嘛 对不对 Ctrl加V 这样 所以这个我就是用重叠的啦 反正就是 两个判断式把它叠在一起 好 这里我再把它收起来 这样你们才不会待会就 搞不清楚了 OK 那一样的 这里我们刚刚是 比较危险的 用红色 然后呢 这个用黄色 最后 就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我们就是表示温度比较 低一点 或者雨量 也比较低的 我就用蓝色的 这样OK 这样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就前面第一个部分就写完了 你可以先试看看 好不好 看看你现在的灯会亮什么灯 刚刚我记得是35嘛 35 我现在让他不要念出来 我们就直接用看的就好了 我先把它停用一下 OK 那我来执行一下 我们来看看现在什么灯 好 对不对 这样判断没错吧 所以你可以自己试看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利用灯号 我们生活里面也常用灯号去代表什么 一些讯息嘛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红绿灯 那很多你的遥控器 还有我们的电子的 这些设备 上面是不是都有灯号 对不对 大部分蓝色都是比较 安全的嘛 红色 可能是代表电源 可能是代表有危险 所以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那 你先执行看看 也 让他去跑一下 看看经过一分钟 两分钟之后 他的数值有没有改变 一般来讲 因为现在是晚上 又加上没有 下雨 应该温度的变化 比较不会那么快 来 这个部分给大家试看看 好不好 试一下 你就会知道 这样子 有没有成功 信勋有提到说 Smart可以自己编写这样功能的积木吗 自己编写的意思是 制定函数吗 Smart是可以制定函数 Smart那边 你在那个云端版他也有 不过 因为呢 他的取得气象资料 还有LINE的通知 是属于付费的 就是那个元件 好 100块 一年 他不是买断的 我当初看到他的方案 我也是 很头大 因为 他如果用这种方案的话 谁会想要买 买了 一年后就自动消失 所以说这个 比较不是那么OK 所以 他那边就是变成 一些外挂 在Smart 是付费的 在这边 Bit这边 就通通都变免费的 所以我反而比较 喜欢用 Bit这边一些扩充功能 因为他可以做的 就等于说你不需要 在额外自己去 特别去撰写 利用他的扩充的工具 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样子 好这样有没有都完成了 因为我们要继续往下咯 来 我们 先看一下 看 好这个是 刚刚讲的 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了 没关系啦 我这边有已经完成了版本 你就 把它 直接打开 接着继续做下去就好 那刚刚 有同学在提到 比较长的那一段后面 看不到 你可以把那个 如果 如果因为可能你的荧幕比较小的关系 看不到的话 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 你把 模拟器 跟那个 网页区 你把它收起来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透过下面这边 有没有 积木可以缩小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完整看到 这样你了解吗 熊吗 我们学 哈哈哈哈 好 ok ok 好所以 那你要打开就在右下角 这里还有一个打开 ok 看起来 几分钟之后这边也都没有太大变化 好没有关系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咯 我们现在呢不只要看即时的 我还希望把这些资料记录下来 把它记录下来 其实说真的 我们那个bit上面 其实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那个温度的感测器 因为要让大家有感觉 我把 我把那个 先提前来讲一下 你看一下 我这里先停止 好 你看喔 它其实上面啊 是有一个温度感测的 那我们先找找左手边 开发板这边 你到 开发板这边 有没有叫做侦测 光线和温度 就是这里 这里有 那我 可以从第二个 温度的数值这里 我先把它拿出来 如果说因为我们 取得即时的资料 它变化比较小 你觉得这样子 不太有feel的话 那我就来多一个变数 多一个变数 来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后面 用哪一个变数 温度 我用温度 不是温度 好像 我有改 因为为了让 方便大家 看得比较清楚 好 这个我打开来偷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没有用变数 好 我没有用变数 没关系 那我就不要用变数 我们就直接带进去就好了 来 来这边 OK 那么我就让怪兽直接讲就好了 刚刚我用到绿色 黄色 跟 绿色 红色还没用到 来 那我就 请红色的怪兽 来讲 来讲我们现在开板上面去侦测到的温度 那各位都知道我们现在玩假的啊 那怎么办 没关系你要按一下执行 有没有感觉 下面有一把火了 所以用模拟器就是有这个好处 你的滑鼠 请你拿出来 按着他拖曳 有没有看到温度的数值在这边 已经在改变了 靠近一点就烧得比较旺 下面一点 这样了解 好所以这样至少你就看得到可以吗 我刚刚这边 没有跟他讲是绿 红色怪兽 难怪没有看到数值 好 好 黄色怪兽我们看一下 有了有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刚这边是设定60秒 所以 他只会侦测一次 60秒之后才侦测第2次 所以你不会看到他下面马上就改变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所以其实他内建呢也有一个 而且重要是模拟器网我们可以自己玩 OK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 这样 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OK这个部份这样OK吗 如果没有问题帮我打个OK 我们要来讲那个试算表 如果刚刚补充的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往后了 好OK来来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试算表的部分 那试算表这一块呢 在Smart那边一样就是云端平台才有 不过 他 内建的那个试算表的积木 是旧的 功能比较少 那么如果你要有新的 一样付费的 但是在Beat这边是准备免费的 所以他的 这里功能比较多 你看到他的这边的 积木比较多一点 但是你要做这个之前 我要麻烦大家 先打开你的云端硬碟 先打开你的云端硬碟 诶 然后呢我们要在里面 去新增一个什么 Google 试算表 哇我们在这里下雨来 我们家这边又下雨 有人加下雨的吗 有吗 我们表情符号里面好像没有下雨 我看一下 没有 哈哈哈 哦 博语那边门头还没有 我们家已经先打你的 已经下雨了 好 那各位呢 你在那个云端硬碟那边呢 你到他的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就会有一个叫做什么 那个 Google 试算表 你可以先从那边先新增 我抓一下画面给各位看 你进到这边就从这里新增一个档案 好那你新增好了之后呢 2 2 3 4 5 我需要5个栏位 好有没有变颜色没有关系 好这不重要 颜色只是我方便看 栏位名称呢 我建议大家你可以 打进去 因为这样你会比较清楚 所以你可以先帮我完成这个 这个部分 好不好 好那如果你已经好了 帮我按个OK 这样我就知道你已经OK咯 所以我们先透过这个方式呢 帮你的这个试算表准备好 其实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webduno的优点 因为啊 透过这个方式 其实 已经省下很多什么 我们以前要学稀果鱼吧 要学资料库 然后呢 你还 要对很多东西 要有一些概念 还要自己加Servor才可以做到 但是呢 现在 透过webduno这样直接跟 Google试算表结合 完全不懂 都没有关系 就好像在用Excel一样 就 很 简单方便喔 这个是 我觉得 不错的地方啦 因为他 以前推出来之后就强调 要跟 这些云端的服务结合 比起Arduino来说是容易很多 好 来我们看一下喔 有没有 这个同学好的帮我按个OK喔 先准备个档案 那你存在哪边没有关系 反正都在云端里脸上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准备继续了 那 现在呢 我就是真的要把它写到我这个试算表里面来了 那么因为你现在新增的 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这个连结就可以复制起来 待会呢 我们就会在WebDuner 去用到它 记得喔 一定要是 知道这个连结的可以编辑 那如果您是用学校网语的 或是公司网语的 那那个信箱的话 在这边可能 预设是限制 然后另外会多一个 就是学校网语 相同网语的人 会看到 但是那样还不够 你必须要是知道连结 就是网路上任何人知道的都可以用 好 那我按完成 这样我就取得 我的这一个 试算表的 这个 连结 那他的任务 事实上就完成了 好 有同学提到 按出共用的地方 对在右上角 有一个共用 右上角有一个共用 你可以 找到它 在这里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共用 这样有没有 找到了 好 OK 好那你找到了之后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积木 在哪边 他的积木呢 在我们 左手边 破充功能里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Google 试算表 他下面还有一个叫Google 简报 有没有 其实我本来想要做一个Google 简报的 那个 范例 不过我发现 他的那个 语法 有一些 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跟视讯 比如说我想要侦测手掌 然后侦测到 方向之后就直接去控制他 结果 刚好他的有冲突 所以我就没办法这样用 好 那没关系啦 你看到试算表这边 有没有发现这边的积木比较多 比较多 那 第一个 就是 要把你的试算表 把它载入进来 这个动作当然就要一开始 就做 所以我就把它拿进来 一开始呢 我就先告诉他 我就丢到上面 丢在比较上面这边 告诉他一开始麻烦你帮我载入 刚刚的 有没有 你把网址贴进来 那工作表的名称 原则上 如果你没有改 应该都会叫工作表 就跟我们试算表一样 有没有 在这边 他的名称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 你要用同一个 这个试算表 你想要多个 工作表可不可以 可以 用多个工作表 我就可以 一个试算表 去 储存 比较多的资料 就有点像资料库的概念 所以 如果你没有 做修正的话 原则上就是工作表一 就不用再改 这是第一个 你先把 试算表的网址 先把它带进来 那带进来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需要做写入的动作 写入的动作 在我们的 这个积木里面 你看第二个 有没有就是 把它做写入 所以我要写入 通常 我也会写在 语音之前 如果你要让他播报的话 我通常会希望 还没有播报就先把我写进去了 所以这个积木我把它丢出来 右转 好 反正我一定要写进去的 所以就没问题 我就 先放在这边 OK 放在这里 但是现在预设只有两个 不够对不对 我要比较多个 你就可以从齿轮这边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五个栏位 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有五个栏位 所以我就来这边 准备五个 一样 是丢到这边 丢到右手边这里 不是丢到下面 三个 四个 五个 OK 用完了再一下次 这样子 我就可以有五个资料可以写进去 那我们会用到的 这里发挂的日期 时间 温度 温度指的是那个即时的 好然后累计雨量 还有我们刚刚开发版家 那日期跟时间要去哪里找 好 来日期跟时间稍微看一下 在我们积木比较上面这里 有一个叫侦测 有看到吗 真的看到这里有日期 跟时间 好所以你如果需要 他读取电脑的日期时间 我们就从边 好第1个栏位 先把日期写进来 第2个栏位 把时间抓进来 那第3个就一样啊 我们刚有设的 温度啦 累计雨量 所以我就 直接 找变数里面的 温度 累计雨量 再加上一个我刚刚没有特别设变数的 就是开发版里面的 这个温度的数值 我这里我就用复制的 好这个就是刚刚同学可能会遇到的 你看我现在按右键 右键你跑出来 Webduno右键你跑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这个情形 按住右键不要放 要复制的时候 放开再点它 好再点它这样 就可以正常的 好这样就好了 好那一样的 这个程式 还是60秒会再醒入一次 好所以我现在呢 我把这个程式我先停止 现在我来执行一次 我们来看看 看到没有写进来 有 有写进来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怎么帮我写在最上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的 他帮我写到的是在最上面这里 可是我希望它是不是要接着我最下面写 所以呢 怎么办 就是在我们刚刚写入那边 我有一个地方没有改 因为它的预设值 有没有在 最上方写入 所以你这里可以改掉 告诉他我要在最下方 好那这样子呢 你就不用担心 我还要自己去把它捞回来 好这里我就先删掉 好按右键把它删出 OK 那我们重新执行一次 你看一下 他待会就会写在这里 有没有 这样就正常了 这样了解了吗 好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 数值 不管 他有没有超过 这些数据就可以累积起来 那实际上我们在用 老实讲也可以像这样用 当然 如果你有真实的开发版 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个什么 叫做云端部署 但是云端部署 比较抱歉 一定要有板子 假的不行 好不好 所以我这边我就没办法让你看 但是 至少你知道 如果你手边有的 好我们说 鲁嘎二 有调查一下吗 大概有三位同学有的 你如果想试看看 你就可以把它按云端部署 因为透过云端部署 你 电脑可以关闭 他的这个程式 就在 SERVER端去执行 6个小时是免费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 给各位稍微试看看 我们现在只完成了第2个步骤 就是 到 试算表这边而已 待会呢我们要再把LINE加进来 LINE加进来的 我们再来做休息好了 好吧 去看看 你可以试着改变一下数值 改变一下数值 然后呢 看看这边 记录下来有没有不一样 因为预设值它好像都叫 39.91 37.91 预设的 那个 开发板模拟器的数值都是这一个 好 请大家试看看 其实我是觉得 像我这样在用嘛 我都觉得 跟SMART那边差不多 只是它的界面不同 但是基本的用法 你会发现 会的 就 一样 你看这边它真的有把这个数值 不一样带进来的 那个温度真的有降了呢 刚刚是30点升 降好快哦 直接变27的 薄云请问你那边有觉得比较 凉爽了吗 哈哈哈哈 下雨了哦 终于下雨了好 果然果然 温度马上 有差 所以我们真的是抓 真的资料哦 好如果你有写入成功的 帮我按个OK吧 同学提到这个没有跑出来 通常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线的部分 你如果 不是设成 知道连结可以编辑 因为预设的话只有检视的 功能 你一定要设成它可以编辑 这样webduno才可以做写入的动作 所以你先检查这个地方 有成功了 好OKOK 不要忘记哦 我们刚刚是设那个 60秒 一分钟才写入一次哦 哈哈 好这样还有没有人 已经完成的 有没有 好吧那就先不管了 那我要继续 再努力一下咯 来我们继续往后面咯 接着呢我们来看看 刚刚只是写入对不对 但是人 没有办法一直监控在那里嘛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他会发出通知 其实这种方式 不管你是在家里面那种监视系统 或是在办公室有一些机房 他们也都会做这种动作 那可能是透过LINE 可能是透过简讯 会去传送 好那 我们当然 不能用简讯嘛 因为简讯要付费的 好那我们就用LINE的方式 来完成 因为在我们的 Dinobit里面 他也有LINE的积木 一样的 这个在Smart 云端平台 是要付费的 在这边就免费 所以呢 很讨厌对不对 来我们先看一下 他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边 你看一下我们在下方这里 或充工往下 你就会看到LINE 那这里分成两种 一个叫Notify 一个叫Chat 那么原则上 因为你不是要跟他做聊天 他只是要单纯的通知 所以我通常 只会用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有点麻烦 因为跟他聊天也没什么好聊的 所以我就 直接用第一个就好 但是你要用第一个之前 必须要请大家去做一个登录 那 怎么样去登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 我用另外一段来录好了 不然等一下也要讲一段时间 好 好 好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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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